干擾的现在的战局对俄罗斯不利的 所以现在俄罗斯的媒体居然呼吁什么 呼吁说中国人民解放军 要不来帮俄罗斯跟你说不可能 因为你说中国现在自身难报 没错 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话 国际媒体都说了非常多 包括说华尔街日报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中国长期信贷狂欢后果显现 中国经济面临到常在的这个拖累 那是什么意思呢 主要原因我们就不是说吗 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不是拼命的大基建吗 他用所谓的大基建 所谓大基建是什么意思 就类似我们台湾不是8800亿的前占预算 就是说你透支未来的年轻人的支出吗 中国一样 中国只是透支的更加严重 他把过去未来二三十年完全都透支完毕了 而且你之前讲说 中国把未来几代人的钱都花光了 为什么这样说 你可以看到说目前为止来说 国际的统计里面 他们就是中国的总体的负债 总体负债包括说家庭 还有这个所谓的企业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我们必须说 目前为止中国的中央政府 其实本身还算蛮有财政几率 问题是他的地方政府 还有包括他的一般的企业 还有家庭 税率非常高 就是债务非常高 他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的总债务跟所谓GDP的比重是295 什么意思呢 就我一年GDP 其实我们的负债 是在一年GDP的三倍 那不是比希腊还严重了 所以你就说那只是没有报 你一报的话 那等于是你把未来几代人完全透支 那当时希腊做了什么动作 他们要准解好几年 才能够活过来 但问题是中国现在有可能会准解吗 不可能准解 所以说中国现在负债跟GDP比 比当年的希腊还更严重 但问题是他不可能像希腊一样 准解好几年 然后才重新活过来 如果没有准解的话 你中国只是把整个炸弹 越弄越大 事实上我们就讲 因为过去他盖了非常多的 重大建设在各省 所以你看广西不是已经快要破产了吗 另外昆明也要破产 这个河南 贵州都是一样 现在完全这些省份都是负债累累的一个情形 好 那为什么他们会负债累累 因为他们盖了太多没有必要的工程 我们就说不是透支未来吗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这在贵州的这个山上里面来说 他该这样 一个山里面有五个空 穿越五个高架桥 而且这高架桥都花非常多钱 有高铁在上面跑 还有高速公路在那边跑 他们当时很棒 你说你看厉害了 我的果这样一个状态 可是问题是宝杰 你这是要花钱 你花钱下去的时候你有回收吗 根本没办法回收 这完全是变成没有用的工程 好 那不是只有这种没有用 像你看宝杰你知道 我们在炒台湾的时候 我们就说我们高铁要沿到什么 宜兰 要沿到这个所谓屏东 我们就已经炒翻天 这个到底能不能回收 我们已经炒翻天 中国不管 反正我先盖 盖了这就是在透支未来人的状况 还不是只有这样 你看他们要什么 哈高大 也就是贯穿什么黑龙江 吉林 还有辽宁这些 因为那这些地方是永动土 他也不管 反正我就盖 盖了之后呢 先盖再说 对 现在为止来说都没有人在那边坐 完全都没有 几乎是完全没有人 他们就这样 因为为什么 他们这个地方根本人口就没那么多 你要不要盖高铁吗 完全没有必要 你说东三省这个哈高大 是没有什么人做的 对 那他们当初就说 你看我们克服这个工程的难度 因为你知道 冬季跟夏季最高温差70度 所以我们花了好多精神去做 但是做出来的问题没人做 那你做这有什么用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青藏铁路 他们也是盖了很多青藏铁路 也是花了一大堆钱 花了好几千亿人民币 问题是你知道 他们会对会宣传吗 问题你知道 现在目前为止青藏铁路 或是说他们这个所谓的高 很多高速公路 你只要横跨到什么 青海西藏这些问题 因为这些地方都有永动土 他们常常其实是 常常坏掉再修 坏掉再修 都是一直这样的轮回里面 所以告诉你什么 你花了那么多钱 问题是没有办法 没办法这个回收 那你看中国就有一个博主就说 他说中国上半年 2022年的上半年的总亏损高铁 亏了800亿人民币 他就说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 因为他们根据他们去算 他说中国需要耗费 这个每公里要耗费 1万度的这个电 日本高铁耗电才43度 怎么差这么多 因为很正常 因为中国高铁他都要求说 我全速都要最快速 你最快速你让他耗很多电 日本不是这样 日本是新干线 他才会有比较快速 他有些地方会给你降速 中国不是 反正我的父亲 他就要全世界最快 我要开到最快 开到最快 他电力一定非常多 所以中国的耗电量 是日本的233倍 因为你没有必要的时候 你也在开 比如说像我就讲 你哈高大有必要开 你开的时候就要耗电 那耗电的时候 那个地方 保洁 他们那个地方很冷的时候 你电量要更大 所以他们就变成说 他们完全没有节制 在那边乱搞 这些最后 保洁 出来混就是要还的 这些都是借了钱来盖的 你现在没办法回收 那这个越滚越大 当然对中国来说 他已经没有钱 可以再搞新的基础建设 难怪我们讲 昆明现在已经不能应付 他的铁路了 现在整个完全 中国是相当大的 这个糟糕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大家更糟糕的是什么 因为目前中国年轻人 可以说是完全 也没有工作 那加上说 现在呢 人家就说 如果你是步入这样的状况 后面有人 这个 譬如说人口增加还可以 问题上现在人口又在减少 所以等于是中国现在 步入了所有最糟糕的状况 几乎同时在中国爆发的一个情形 好 现在在中国完全呈现 但你说这才刚开始 最可怕的还没有莱丁 因为中美对抗的核心是经济 军事只是压制你 真正要整个伤筋动骨 要中国老命的 是美国的经济策略 对 现在美国真的是 把中国往实力打 为什么叫往实力打呢 你知道本来做贸易制裁 那就算了 现在美国国会 现在参议院已经通过 外委会通过 就是要取消中国的 发展中国家地位 你说取消发展国家地位 有什么了不起 不是就是有钱国家吗 给他已开发国家地位 有什么真的不得了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首先举 中国如果变成已开发国家的话 会变成什么样子 第一个 比如说碳的排放好了 以往来讲的话 他们说发展中国家 没有减排的义务 但是已开发国家 就有减排的义务 好了 那已开发国家 就算有减排义务之外呢 另外到2035年之前 要跟其他已开发国家 都要丢出1000亿名 美元的 要来资助那些发展的国家 换句话讲 以后中国拿不到钱 但中国反而要出钱 所以本来是被资助的 现在变资助者的角色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你有减排义务的话 中国的工厂 一个一个都要关起来了 那中国工厂关起来 有什么效应出现 你知道吗 就会变成很多人都会失业 没有工作了嘛 那你看到印度 印度还是维持发展 这种国家的地位 所以他工厂 是一个一个可以再继续开 那这样的话 印度他的增加的就业机会 就比中国还多 所以现在中国经济状况 已经内部 已经乱到什么地步 就是说就业机会 都非常糟糕了 而且今年大学生毕业 也可能找不到工作 现在会雪上加霜 在美国这个东西 如果拜登签署法案之后呢 可能会让中国 一间一间工厂 又更加关起来 因为他们讲 现在他的年轻人的失业率 就14到25岁的失业率 已经过了20% 他说这20是低估的 他们夸张到什么程度 他说你如果毕业 没有拿找到工作 我不发给你毕业证书 我就不承认你毕业 他是用这样去压制 他的数字的 像学校当中 不要说我那么多的毕业生 都没有工作机会 那会影响到学校的校域 以后来讲的话 招生就非常困难 所以现在来讲 中国要抢救 内部的失业率是一个 再来更严重的问题 是什么东西 他们东西卖不出去 为什么要不出去 关税优惠不见了 以前来讲 它是发展中国家 卖到欧洲 卖到美国的 这个都有优惠关税 现在如果变成 已开发国家的话 就没有优惠关税 那东西来讲的话 成本就增加了 它在这个地方 怎么跟印度 跟东南亚国家竞争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问题来讲的话 它相关的电商 你看中国大陆最发达的 就是现在电商 电商以前进美国来讲的话 它非常方便 而且也享受 所谓的游资的优惠 现在来讲的话 完全都回到 已开发国家的地位 它不给你这样的优惠 所以我们就举这三 最简单的三个例子 中国来讲的话 它到底是真有钱 还是假有钱 如果它是假有钱的话 它当听到这个消息 当然汪文斌就跳出来说 你们不要给我扣帽子 这个帽子我们戴不起 戴不起 我们是发展的国家 我们是已开发国家 不是你美国说了算 但是美国现在法案通过之后 怎么办呢 就把所有的行政部门 必须在所有国际组织当中 还有国际会议当中 必须要把中国的地位 调整到已开发国家的地位 那这就是的话 中国所享受的优惠 还有它所做的成本 基本上都提高 这对中国经济是不利的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现在全球都在注意 中国的科技有一个根 这个根就是 微软亚洲研究院 这是李开复当时写命 我要在这边开一张辟土 我在这个地方 我要把中国最聪明的脑袋 跟微软整个结合起来 我要把微软带进中国 要把中国带到了世界去 所以这个你说说 它是中国科技发展里面 最重要的里程碑 你说它是中国科技里面 最重要的泰山北斗 毫不为过 因为李开复现在 等于说是 在中国有青年导师 大家为什么这么幸福他 因为他是在中国科技里面 应该开始播种 播种这个词 播种有多大呢 开支散业 你现在讲到的 包括科技的商汤科技 包括你现在做人工智慧的矿市 包括你现在全世界最红的TikTok 甚至你连阿里云的百度的小米的 科大视讯的连联想 你在中国科技界 你想出来的名字 想出来的集团 这些想出来的名字 想当当的人物 几乎都从这个 微软亚洲研究院里面出来 你就知道 这个对中国的科技业来讲 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但现在 微软要干嘛 把它里面 最顶级的人工实验室的专家 也就是AI科技的专家 这是未来中国最要发展的一个方向 这也是未来国力决胜负的一个关键 但没有想到 现在维尔干嘛 就要把这个顶级的人物 我要把你移出去了 我要移到哪里 我要移到加拿大 现在不只是移到加拿大 现在只要你们中国 被点名的科技大学 被点名的所有的学生 你现在 你要到美国 你要去加拿大 你要很多地方 你要学最高科技 这条路也把你给封锁了 所以我们要讲到 中美的对抗是既广又深 刚刚讲到它有军事上的对抗 它有这个所谓的经济上的对抗 它有所谓的关税上的对抗 更可怕的是 当这个科技上的对抗 它几乎不给中国 有任何的活路可以走 好 这一段影片 有两位来宾交付讨论 第一位是 上周的总组民 吕国珍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自三变田 雅惠珍 大家好 好 惠珍 刚刚讲的 今天微软亚洲学院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人工顶级的 实验室的专家 现在不要在中国了 我要去移到加拿大 为什么这个变成了一个 天大地大的事情呢 因为这等于是把中国 迈向新科技的一个新时代 连根拔起 你知道吗 连根拔起 真的是连根拔起 因为这微软的一个 亚洲研究院 他可以说是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摇篮 而这过去这三十年来呢 这个摇篮孕育出非常多的人 包括什么 你现在看到萤幕上有前百度总裁 这个是张亚琴 他以前就是这个MSRA的前院长 然后还有谁呢 他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院长 是 然后还包括百度的首席技术官王海峰 一样也曾经是从这里出来的 还有小米的联合创办人林斌 然后呢 还有阿里巴巴这边 也一样是从他这个摇篮出来的 包括技术主席王坚 联想的首席技术官瑞人 还有柯大讯飞的副总裁李士鹏 刚刚哼啪啪啪讲这些人 没有一个例外 全部都是从刚提到的这个研究院出来的 那你就知道当今天 他已经开始决定把整个根基拔起 我都问加拿大区的时候 这对中国会产生多大的冲击 而且我也记得是 居然连抖音的张一鸣 马维英都是 我跟你讲 他们想说 其实你如果细讲的话 没有一个产业不适 无人机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要AI的人也不也是 那你看商汤这边 也是从这边出来的 包括商汤的创始人 他其实 他们小欧也是 对 而且他是那个MSRA的 视觉计算组的负责人 还有商汤科技的CEO许丽 全部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那你说如果今天 他把这个地方全部搬走 完全不留的情况之下 未来的二三十年 怎么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人才出来 所以为什么这个新闻会这么严重 就代表这一步等于是 把中国未来的科技 新科技给堵住了 难怪有人讲说 维然亚洲研究院 根本就是中国的黄埔军校 他的陆海空军 很多重要高官 都从这边出来的 我全把你的军校 最核心的部分给关掉了 完全关掉 我跟你讲 他说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在讲 他说以前 他们是做到了哪个地步 你包括Window里面的人脸辨识 OneNote里面的文字辨识 收取引擎的这所有相关的商业开发 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所以如果说今天他宣布 关掉了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未来的中国还有办法 有这样的人在发展吗 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包括他们孕育出 有2014年的时候 他们曾经有人在问说 哎呀我们有多少人是从 应该是阿里巴巴的 他们就在问说 我们有多少人是从这里出来了 就他们当次研讨会里面 就有43个人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那个研讨会里面可能不到 大概顶多来100个多个人 几乎一半 全部都是从这里出来 你说阿里巴巴 其实他的阿里巴巴云是很厉害的 阿里巴巴云基本上也都从这里出来 还有包括雷军 雷军参加小米2014年年会 也是一样站在台上 他就问了一家说 我们有多少是从微软亚中工程院来的 那也一样也是将近半数 所以你就知道不管各个领域 其实都脱不了从这个微软的亚洲研究院 所以呢这件事情 为什么今天一出来之后 大家可能会讲 也不过就是一个严苛单位 从中国搬到北京去 有这么严重吗 有 因为所有未来的人才 可能全部都跟着撤离 你看现在就有两个中国人 他们原本都是在中国这边工作的 结果呢他就说 现在啊这个 他们说要搬到加拿大去 然后虽然这些人才 其他的中国科技大厂抢着药 而且用几杯薪水修麻麻挖过来 他说不好意思哦 我们没有要留下来 他说呢 也许美国跟中国之外的第三国 必让我们充实 充满活力的技术研讨啊 所以换句话说 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想要留下来了 所以我不是把这个实验室给搬走 不是把设备给搬走 我把里面最顶尖的人才也都搬走了 全部都搬走 而且很多的中国人本来是想说哎 那个很多中国企业心想说哎呀 趁着这个时候 还有这些种子留着 我们把这些种子挖过来 变成在我们这个领域 不是也可以开支 他们不留 不好意思没有人要留下来 因为他们认为说 我们之所以可以在这个各个领域上 把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到一个 现在包括无人机这些都是前几名 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一个非常开放 开明的一个热烈的一个讨论 可是如果当微软都要离开 变成到国外去的情况之下 中国的本身的内部的环境 是没有办法激荡出这样的火花 而且美国现在非常可思 第一个 我在你中国设立的这个研发中心 我不想让你学到任何的技术 我把整个搬走 而且我把你最聪明的脑袋搬走 那你要来美国学 没有 现在我们得想到 现在你连国防妻子 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包括哈工大 包括北京航天 包括北京理工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南极理工大学 南极航空航天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这个你已经不能到中国去 你不能到美国了 你要到美国申请 你基本上没有了 连这些学校搞了半天 你这些学校的学生 你之前要申请到了 微软亚洲研究院 早就被recheck掉了 对 因为你给店友做计划 什么意思 你跟中国解放军的关系 说不清 讲不明白 所以你如果进来 我都在亚洲研究院 你学到相关的功夫 或者是说你从事了相关 国防相关研究之后 你拿去 变成是你们解放军 未来在军工上的一个突破 那我不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所以这些从20 应该是这样讲 从2021年12月开始 美国商务部 不是就是有一个 所谓实体清单吗 就这个清单 18所高校 他第一年宣布的时候 只有5所 从5所到后来 就前面那5所 怎么北京理工大学 然后北京油电大学 南京航空的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天津大学 他是一开始只有5所 结果隔一年 马上又增加13所 像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湖南大学 为什么憨不浪当都那么多 因为他就是认为 你在我这边学功夫 学一学之后 到最后 你全部都拿去贡献 你中国解放军 那我怎么可以 所以一开始 主要是先从这些大学 开始进了 那既然这些大学 都美国都已经不发 他那个签证给这些 念完这些大学的大学生之后 那你说微软的这个研究员 怎么敢把这个相关领域 以及国防妻子 国防妻子谁不知道 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一个摇篮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怎么可能把你有做 更多的一个技术研究 所以你就发现 最早为什么要断到 连所谓的学术单位 都要列为实体型单 就是因为美国已经认为 不可以让你来偷我们的技术 福斯新网就报道 一个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学生 他在SAT考试得到1590分 满分多少 1600分 1600分 你拿了1590分 这以前是大家抢的药的 没有 现在你要去申请 只要你是这几个学校 我不管你的成绩多好 我全部把你排除在外面 就代表 这个是非常决绝的 你现在我只要怀疑 你的背后有国防的背景 你怀疑你要来中国 美国偷学技术 我就跟他产无高 罪无劳了 是 宝杰哥 我跟你讲 那个1000分 1600分 然后他考1590 你那根本是电脑 他的头脑跟电脑没有两样 他的头脑已经好到这个地步 照理说以前这都是 美国会广纳的人才 你抢着药的 而且你来到我这边之后 可以在技术上做更大的突破 结果他这样一口气 被六个名校全部都reject掉 这就代表美国宁愿杀错 也不放过 任何人我只要怀疑你 可能你会来我偷记处 我宁愿措施 你为我美国科技贡献的机会 我也要把你通通砍掉 而且可怕是现在 这种对中国科技 兼闭亲眼的状况 现在已经慢慢扩散出去了 不只是说我们刚刚讲 美国当然做得非常绝绝 最近刚刚讲的 既然南韩解放 最近抓了一个 前三星的电子高管 他本来想说要到中国去帮忙设厂 韩国的检方 居然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这个案子真的是非常有名 而且这个案子 竟然跟台湾的富士康还有关系 你知道吗 这真的很有趣 他说这个人原本是在三星里面的 做到一个常务 而且也曾经在SK海利市 做到副社长是非常高阶的 结果他竟然收受了 成都政府的一个金额 高达108亿台币的一个贿赂 贿赂要干嘛呢 他叫他来我成都 离他们三星本身 自己1.5公里的一个地方 复制三星的一个半导体园区 然后谁给钱呢 就说台湾的富士康这边 要投资1886亿元 来协助你这个 复制三星的一个半导体园区 他竟然也在短短时间 大概两三年时间 挖绕整个韩国 200多人挖到中国去 而且跟他说 你所有的薪水我全部都double 你西家代券全部都过来 小孩子我全部让你念那个国际学校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领域 然后呢就这样挖挖挖过来 其中有一个三星的一个组长 他竟然从2012 他窃取了相关资料 竟然从2012年就开始 他窃取30内民以下 包括什么Netflix 包括Diren这些 全部把这些机密都窃取到未来的 中国的三星COPY的半导体园区 结果后来已经弄过去 后来发现什么事情没有完成呢 那个富士康承诺的钱没到位 所以郭董的跳票反而让这一次 三星的COPY的园区就这样破局 破局之后但是 在检方没有放过他们 在韩国的检方完全没有放过 因为他认为你这样子对我 光是我自己韩国三星所造成的伤害 预估至少3000亿韩元以上 所以他们不打算放过他 而且他真的是窃取了太多 他们的相关的机密 也让他们觉得说 不把你这个抓下来绝对不行 而且我们看到了 当美国这样福底抽薪 将中国的科技业的根根本 全部一个抽掉了以后 中国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了 他现在外资银行 参与中国IPO的数字 居然越来越少 这个少到真的是让人家吃惊 你知道在去年 这个IPO的数字 已经整个应该是说 100件的案子里面 真正外资投资的只有3% 只有3000多 结果你知道吗 到了2022年 竟然直接又腰斩 只有一%多 在整个一个260亿美元的 一个投资案里面 109宗竟然只有两个案子 跟事外资有关 而且美国的相关的投资单位 完全没有涉入 美国真的不去IPO了 对 只有瑞士信贷跟德意志银行 有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IPO 他在中国的一个IPO 那你要知道 以前华尔街之狼 他们是怎么样 五大投资机构 全部都抢到中国 就是要去抢食 他们的一个IPO的一个商机 结果现在竟然明明 仓街还在 却没有人要去 为什么 因为美国很清楚的发现 现在美中的一个对峙情况之下 暴然的去 只会惹上大麻烦 好 国队 这个新闻叫 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提到说 微软要把中国顶级人工智能专家 移到了加拿大 而且他讲 这叫什么 这叫有一个温哥华计划 移到温哥华 这个对中国来讲 真的是伤筋动骨 真的把中国的根给砍了吗 等于现在世界最新的AI的潮流 等于中国没有办法再跟国际同步发展 等于美国完全把这扇门堵起来了 所以我们正在讲 我等于说半导体 我通过ASMOL 我通过这个台积电 我通过所有的日本的厂商 半导体完你砍掉了 砍掉了以后 你半导体不能发展了 不能发展了以后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让你AI的发展性也变成零了 对 因为中国的AI发展 从2015年到2021年 其实最大支持者 其实就是美国 包括人才跟技术 你知道有根据统计 美国在过去的6年 2015到2021年 总共投资的中国有400亿美金 这么多投资在中国AI公司 也协助相关的技术发展 如果围览这个行为 这个行动 如果产生了后续的效果的话 就会让所有的业者 也跟着抽腿 大家不去了 包括人才都走了 资金也会慢慢抽腿 那中国的AI也会陷入 跟中国现在半导体科技一样 找不到技术来源 等于全世界 下一个封锁的目标 就是中国的AI发展 所以你的意思说 它不但是砍根 而是要砍掉中国AI的根 对 所以我们看到 最近中国有的挂牌公司叫桑滩 它在香港的挂牌的股票 不一直在跌 阿里巴巴一直卖它的股票 现在只剩2块多 它最高到9块 市值曾经高达3000亿港币 是世界上最大的AI公司 结果它现在只剩700多亿 因为美国的矽谷银行 也曾经是它的大股东 这代表什么 美国在快速从中国AI公司 快速再抽腿 人跑了 资金也跑了 好的 你刚才讲的 人跑了 资金跑了 这个对中国来讲 非常的痛苦 刚才我讲 中国现在很多的数字非常难看 第一个 你离岸人民币的这个贬值 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你的出口进口的数字 非常的难看 出口数字其实还讲 你包括什么 你包括你的物价指数 也往下跌 就代表什么 代表说你是进到了日本 那个沉默的30年 你完全进到了一个通缩的状态 你的经济慢慢变成一滩死水了 对 全世界没有这样奇异的现象 货币在贬值人民币贬值利息在降 CPI通膨竟然没有上来 这代表一个国家经济 可能变成陷入一个黑洞的状况 有这么严重 再多的钱投进去 再多的资金投进去 全部都被融化了 可是中国到底陷入什么麻烦 我们来看的债务 就代表中国过去几年 是靠什么拿出来的 靠着堆高债务 整个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 它大概负债有50兆美金 哇 一百多兆台币啊 一千五百多兆台币 这个负债金额高达这么高 所以等于几代人的钱 一千五百兆台币 对 等于全部的钱 都被他们累积上来 我们在看这个数字的时候 就看得很清楚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没钱花 这是2008年的家庭负债 就是每个家里面 你花多少钱跟进多少钱 那时候2008年 美国是一百多趴 所以我们常常笑美国人叫什么 都在花钱都在举债 所以一百多趴 2008年中国有多少 不到25趴 结果现在中国跟美国产生了反转 家庭负债是110% 反而美国往下跌 代表什么 中国人每个家庭都负债 入不敷出 美国人反而没有这件事情 我们常常讲 常富于民 本来以为中国是懂得储蓄的 中国因为常富于民 懂得储蓄 他的这个整个体制是好的 可是他居然是家庭负债 非常可怕 你知道习近平上任的时候 2017年 大概80% 等于你还可以赚20% 结果现在高达110% 等于你每赚10块钱 还花了11块钱 所以现在大家要怎么 大家都在甩债物 大家都把钱甩给别人 所以昆明最近公布一个财务报告 跟中央在吵架 到底谁欠的钱 因为地铁花了1000多亿 然后每政府营运还要补贴10亿元 嘴巴就说我赚了7000多万 可是你补贴10亿赚7000多万 代表什么 补贴10亿 赚7935万 代表有9亿多都是政府补贴 所以2021年的时候 现金还有31亿有这么多钱 如果没有补贴 现在只剩下1亿多 所以昆明马上双手一喊 到底谁欠的钱 谁就来还 如果是地铁公司 地铁也还 昆明市政府不愿还 这是昆明的地铁 这是昆明的地铁网 现在这个昆明的地铁要破产了 花了1000多亿 但是你没有赚钱 没有那么多人做 所以营运是靠政府在补贴 但政府一不补贴的话 马上就亏钱 现金马上亏光了 亏光了 大交开始甩锅 甩锅是什么 到底地铁是谁了 国企的债 国企来还 央企的债 央企来还 地方政府没钱 因为大家都欠钱 所以广西现在提高债务 我也讲清楚 谁还 谁欠的钱 谁来还 没有一个人 要来背债 一开始是干涨 李克讲讲 中央没钱了 地方政府的钱 你自己去想办法 就现在是地方政府开始讲 我也没钱了 你现在地方的企业 自己想办法 谁的孩子 谁来报啊 那当然谁倒霉 这个地方叫上海啊 上海现在变得非常的惨 中国刚刚公布最新的CPI 结果谁掉最凶 竟然是上海市 上海的CPI 说了缩水最多 代表什么 上海的没有再花钱 那这对 上海都不花钱了 这就对于大家 很严重的警讯 因为中国印了这么多抄票 把利息降了这么低 竟然没有人花钱 上海这么凄凉 我以前听过一个是 你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乖小 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的钱少 你不到广州不知道 不到东北不知道自己的胆子少 你到上海是比钱的 上海人不玩钱了 上海实体店面 现在空空荡荡 还有上海商场都没有了 还有加勒府也没有花钱 但是看这条线 就看了最明显 CPI一直往下掉 但是最可怕的不是 上海人不消费 而是这条线 其实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中国公布最新的生产者 价格叫PPI 如果CPI一直往下掉 就打下通膨 可是如果PPI往下掉 代表工厂赔钱在生产 如果工厂也赔钱生产 消费者也不想买 这代表什么 严重的经济危机跟通缩 来的 中国可能会陷入所谓的 消失了30年 可能整体的社会会 会严重的通缩 所以我生产的东西 没有人要 我生产的东西没有人要 我工厂就陪奔 工案陪奔 工厂就倒闭 就没有工人 没有工人 那谁赚钱啊 对 如果CPI往上涨 价格往上涨 两个PPI CPI都往上涨 代表经济很好 如果两个涌下跌 可能出现了大危机 偏偏他现在还硬货币 大量印钞 却没有把这个拉起来 代表什么 中国的经济 恐怕就像黑洞 生不见底 他根本救不了 因为债务实在太多了 所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五一的时候我们常常讲 资博人山人海 大家都花钱 可是资博代表什么 叫做所谓的降级再消费 结果现在时间过了资博 连资博都没人了 对 这么便宜的东西 一百块广保 直到保 现在连资博都没有人消费 代表什么 中国恐怕要陷入 跟日本一样的消失的三十年 董事长 现在真的把你的 微软亚洲研究院 这个本来是中国科技的根 给拿走 这一招真的这么狠吗 所有的 美国现在只要对中国留学生 到理工科到美国 通通设限 全部设限 也就是说这个是全方位的 那这个 微软这个本身 它当然在AI部分 目前本来就是 在AI的新的应用上面来讲 全世界第一 那是目前说 对所谓的消费品 面对消费品的应用 是全世界第一 但AI不是只有 这个 这微软所研究的部分 当然AI还有很多 因为各种产业 各种产业不同 有可能会增加一些 它的所谓的生产效率的提升 但是中国 中国国家也做了这个统计 他认为说 AI在中国的应用 如果在不同的产业应用的话 可以对他们的产业提升 达到7%的效果 他有做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他不是没有做 所以你把它拉开以后 他就从此没有信上 也不见得 他还是会走出他的路 但是这条路我看是 非常的遥远跟漫长 有些刚才讲 中美对抗其实是 现在全世界整个情势的一个主旋律 中美对抗是各个层面 我们刚才讲 你在经济上面 在军事上面 在科技上 在教育上 是全面对抗 全面对抗我觉得最妙事 当然军事上 我要对你压迫 压迫就当然打完牌 这时候 我觉得最妙事 中国怎么讲 中国就说好 没有关系 我们要对抗美国 中国要怎么对抗美国 我们要搞一个 南天门计划 南天门 是我在风神帮里面看到的 杨姐所守的南天门 现在中国也搞一个 南天门计划 对 所以我一般讲说 看中国是什么 武侠系 那现在最流行是什么 仙侠 就没想到中国把仙侠这一套 竟然拿到这个国防外交 甚至是在这个军火装备上 那也是央视波的 对 没有错 最关键是什么 他在央视波这个画面 来 而且跟大家解释一下 南天门是什么意思 南天门是讲说 以前你在登泰山的时候 人界跟仙界 唯一的差别就是 你跨一步过那个南天门 你就登仙了 你就前往仙界了 所以中国等于说 我们现在不只是 这个国防科技 要打什么1万公里的飞弹 不只我们要上太空 甚至用所谓的空间 在宇宙上的这种高科技 来去对美国以及他国做压制 那其中有趣的是在什么 我要再问一遍 中国是认真的吗 中国的央视是很认真在搞说 他有一个南天门计划 对 所以好笑在哪里 好笑在说过去南天门计划 是中国的小说 它还有漫画 它有小说跟漫画作品 就是现在莫名其妙 竟然通常这是南登大雅之上的东西 它放在央视里面播 而且里面最了不起是什么 我们看到它通常说我们要创造出一台 十万顿级的空天母舰 什么东西听过航空母舰 没有听过空天母舰 空天母舰指的就是说 它要在宇宙可以航行 可以在大气层里面 也可以在外太空 通通都可以作战的 飞在天空上的航天母舰 而且你看全长242公尺 驿展684公尺 你光落要跑步跑超场 684公尺 都不知道要跑几分钟的时间 里面还说它的动能是什么 这个时候就真的就 进入到所谓的幻想环节 它讲说我们这个动能 要用两台的VNV感应式立场驱动装置 还有一台SRR9高密度能量核心 等等到底在讲什么 我跟各位讲 它讲的就是核聚变 讲的是说我要用光子动能 用激光镭射来去操控我的方向 并且用核融合反应炉 来打造可以上太空 并且进入大气层 上面还要搭载什么 88台 这个数字我不知道哪来的 我不知道说是取个吉祥 取个吉利 还是经过高度的科学计算 说我要搭载88台的旋女 无人空天战机 了不起 这个旋女五天空人战机 什么意思 它原本这个航空舰叫软鸟 软鸟是什么 是朱雀 是凤凰 是朱雀 对那凤凰旁边要有什么 要有仙女相伴 再来旁边互役 所以取个8888吉祥的数字 来 这个战机怎么怎么样 它说 哎呀第一个你看 它呢是可以存为这个无人机 的环节 可以人操控 也可以用无人机 我是不知道有没有人 会开着这个战机上海空啊 听起来有点像星际大战 那你讲白了 它这个计划从哪里操来的 就是从过去美国在冷战时期 曾经有一个叫星际计划的 所以你就比上 它把雷克的星际计划拿过来用 没有错 它就是中国版的 它不是什么都喜欢 最中国版死神 就是中国版星际计划 所以我有白地 我有九天旋律 我还有航空母舰软鸟 朱雀 对而且它白地最好笑 我们刚才讲的好 它的旋律是八十八台哦 空战无人机 搭载白地空战系统 它说哎呀我们这个都是幻想 我们各位不要太认真 它说真空无重力环境下 可以穿越大气层 并且垂直起降 还挂载离子武器 来各位我跟你介绍它的武器 你听到你觉得会大笑 它说我的武器叫做 AOGS11 脉冲粒子加速炮 我实在不知道前面的英文编号 脉冲粒子 这里看到什么 这里可以看到 在钢弹 在日本人的连续剧 在日本的科幻作品 可以看到脉冲粒子加速炮 它说我会有高超音速的导弹武器 最好笑是什么 最近上一部电影 像大家知道 变形金刚嘛 他说我跟你讲 我透过这个白地系统 我可以隐身 我可以隐形 我还可以用无人机转换 最重要的 我还可以变形 他说我是有如变形金刚 就看到我们那个画面 它中间还怎么样 飞机尾翼 还可以突然随时的往内缩 再往外扩 可以进行形状太阳的调整 去配合它的气动 先不讲 你都已经到外太空 到底调整形状要干嘛 因为根本就不会有气流 没有气体 没有气体 你的气动是什么 对 真空照片 你到底是想怎么样 不知道 但中国大陆透过这样的方式 想要宣示什么 当然是说 我跟你讲 在太空站 即便你中美 在美国在我们这个周边环境 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这个鬼切嘛 先是RC135 在天空上鬼切 发生 在海面上 怎么样 航舰又鬼切 最终我们要校正啊 校正什么 就像最近其实也发生一件事情 叫什么 在这个中国 特别去让三井 096潜舰嘛 他就在恫恶美国 说你看 我可以打一万公里 打你美国本土 所以他透过这样的太空站 希望告诉美国的事 用央视去做一个武力的动吓跟宣传 当然啊 这只是展示性质嘛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你要弄出核融核的话 我想台湾就不会炒核能的问题 不用等到 美国 那个中国还说 我要上太空用核能 核能的这个运作方式 你可以核融核 你就解决了全世界的能源问题了 对 你就解决了 我想全世界就奉你中国为共主了 美国就去旁边了 你如果真的把核融核研发出来 但他真正的目的 当然是说 希望能够借此 去造成一个威胁跟动化嘛 所以包括你看 经济学人也讲 在台湾这个战争 我刚才讲到的是什么 096的这个巨浪三 他就讲台湾战争口 涉及新一代武器 美国的太空作战部长也说 中国未来会是太空作战最大的威胁 但你要知道太空战真正关键在什么 在于卫星 你说 现在经济学人讲 两岸台海的战争跟俄物战争不一样 是台海的战争更是先进科技的战争 而台湾台海战争先进科技的战争 第一期就是太空战 对没有错 为什么会这样讲 各位要了解一个概念 你俄乌战争它有腹地 它有众生 所以它可能比如说 它有一些坦克或者无人机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 但是两岸之前 由于台湾腹地狭小 而且现在已经不是有前后方的问题 现在是连后方 它只要有航母在 通通都成为包夹 没有众生的问题 对 前行攻势 我们看到了 前行攻势 只是说台湾现在面临处境 但它就会产生一个状况 通通都是精准打击 通通都是精准打击 什么意思 精准打击通常就是第一时间 把你的主要重要的设施 包括你说电厂也好 甚至台积电 不知道 但是相关的一些重要基础设施 跟军方的基础设施 包括你在后方 花莲 空军基地 通通第一时间用精准打击摧毁 在靠什么 靠就是卫星 靠就是太空站 所以美国为什么现在很担心 因为现在全世界有全球打击能力 只有美国一个国家 因为它卫星遍布整个全球的轨道 但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掌握到 整个东南亚有一次太平洋一带海域 它的卫星布置已经完成了 但一旦这个东西随着 所谓它的超高音速分担 跟反卫星武器 不断地在堆叠 不断地上钢 中国自主研发的状况下 它会产生一个结果 它逐渐有办法在全世界跟美国抗衡 而台湾在近期之内 光是在东南亚一布局 它已经成为现实上的威胁 我们讲的是说未来性的部分 这是所谓的美国中央太空部长讲 但是台湾现在面临的是 已经部件完成在卫星站上 现在性形式的一个威胁 道远 刚才讲的那个南亚一面计划 我刚开始以为是个笑话 以为是个恶搞 结果是中国央视非常认真的报道 中国是玩真的吗 中国在玩这个东西 它真的搞得要搞一个九天旋律 要咬一个猪雀 然后要咬一个白地 它是要用这个来跟美国打仗吗 这个在我看来真的就是一个科幻小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央视会弄这个东西 但是其实也不意外 南天门计划 央视也不意外 央视讲了很多事情 到今天也都没有实现 过去讲什么地洞山谣 还有这个台海战争这些事情 其实这个台海战争 关键点不在于其他的 唯一的条件就是中国有没有了抵挡 我认为中国到现在还没有这个 不具这个能力 那他如果说是真的是把这个 南天门搞出来 我服了 我服了 你确实有能力 确实有能力 这个谁也抵挡不住的 连变形金刚都出来了 九天玄女 白地都来了 那就是李老大 这个不必再讲别的东西 好 那在机器学人特别讲 他说台海战争 其实跟乌克兰俄乌战争不太一样 他说台海战争就是下一代的战争 是最新科技的战争 他会用到了细洗战 会用到了太空战 有这么可怕吗 我们现在就看俄乌战争好了 有这么可怕吗 俄罗斯的乡敌的东西全部出来了 包括集音术那些飞弹 全部出来了 对 又怎么样呢 对 又怎么样呢 被爱国者三星打掉了 是 就算他击中了又怎么样呢 是不是 其实我以前就讲过 你这种 像那个飞弹站 说是飞弹来台湾洗地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一个飞弹下来就是一个洞而已 大概 直径大概是25米 那深度大概4到5米 这是我在伊拉克看到的 这个战斧飞弹的洞 你说这样子 就可以把台湾打垮了吗 俄罗斯攻乌克兰 飞弹还打得少吗 一天到晚再打 怎么样呢 你说 譬如说打它的基础设施 电力设施 打完之后它可以修复的 同样的道理 台湾的这些军事设施 我们也知道它一定会攻击的 难道没有办法去防吗 难道没有办法先把一些东西藏起来吗 难道台湾就只能挨打吗 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这么回事 但是你如果九天旋旅来了 九天旋旅 服了 我服了 我真的服了 对不对 这个可能是 100年 200年 300年以后的事情 对 就像是郭台铭不是讲说是 这个八万解放军登陆 机器人 机器人去打吗 不是不可能 我们今天很多的事情 在倒退二三十年三四十年 都是觉得是不可想象的 都实现了 但是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 那只有你中国能够发展吗 别人就没有办法发展 特别是科技的东西 小国一样是可以发展的 台海战争也是一样 现在台湾的这个方向 我觉得是对的 这些无人机 无人的这个钱 水上的 或者是水底的这些 发展这些是对的 现在中国出现一个微妙的变化 他之前不是搞战狼外交吗 那战狼外交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 他驻法大使卢沙耶 到处去沙耶 沙耶之后 居然被调回去 调回去说 他被冷冻了 对 因为我们上一次讲过 卢沙耶他开始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觉得他大事不妙了 除了可能法国把他宣告成为 不受欢迎人物之外 中国自己可能也把他调回来 因为你知道当时的外交部 还有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都开始跟他撇清关系 说他讲那个话 因为他得罪了整个前苏联所有的共和国嘛 说什么那些东西 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这怎么会的呢 他们已经解体了 已经回到原本他们原来的主权国家 那卢沙耶怎么敢讲这样的话呢 所以卢沙耶代表说 他的这个什么 讯息没有接受到 现在习近平也不再搞战狼外交 他想要跟马克宏修好 我想有两个东西 一定要完全听命办事 第一个是军队 第二个是外交 我怎么可能说 我一个这么重要的驻外人员 你的所有的训令 跟我中央有违背呢 所以代表说临左勿右嘛 但是后来他自己 被自己的大使馆打一巴掌嘛 自己不是大使嘛 为什么被自己大使馆 马上在当天就打一巴掌 就代表说什么意思呢 他自己本身旺自意妄为嘛 所以这代表 他代表有请示过 现在的政策是什么 所以他还是以去年那套 逻辑来做今年的事情 那习近平是变来变去的啊 习近平是在三月拿到了 这个国家主席的联任之后 他不希望再跟西方国家搞这些 因为已经政权稳固了嘛 所以现在来讲 他要摆出笑脸外交嘛 去欺骗西方国家嘛 所以说习近平变得太快 快到他的大使跟不上 没错 就是习近平变得太快 让其他的大使跟不上 派准备要派去的 取代如沙眼的位置 这个叫 现在目前的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 叫做邓丽 而邓丽呢 跟他呢 基本上都是58岁59岁而已 那显然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年龄的问题 对不是年龄的问题 不是说你要回来退休的问题 是什么 我就是今天你的政策 跟现在的中国政策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就派一个懂的人 而且现在是知道习近平 想要搞什么的人 现在派到法国去 这也太难了吧 你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对啊 所以双子座 本来习近平就双子座 他就是搞这样 因为一会这样子 一会那样子 但是也不是说搞不清楚 是你自己搞不懂 因为习近平 他本来在斗争的对象 就是为了他巩固自己内部 第三任的国家任期 以及国家主席任期 拿到了之后 就开始摆出这种所谓的 这种笑脸外交 那你为什么跟不上呢 是我觉得是盧沙眼 自己本身的问题 而不是习近平的问题 现在中国跟俄罗斯 感觉上有点像难兄难弟 之前俄罗斯的媒体还讲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能不能帮我们 现在中国自身难抱 因为媒体想讲 中国竟然进到了一个 大还债的时代 对 这个应该第一件事情是 中国现在债务的问题 真的是比美国还要严重 他们现在统计出来 它光是非金融信贷的总额 就高达44.9兆美元 那他们整个中国的 债务占GDP的比例 现在已经来到295% 那美国之前不是说 什么政府因为缺钱 债务很高要关门 美国也才257% 换句话说 现在中国的债务问题 可以说是从中国的中央 到地方政府 甚至到个人 全面都已经进入一个大债 而且现在要大还债的一个时代 它其中有讲到一个重点 它说因为现在很多的中国人 它担心说我现在有工作 我可能明年都没有工作 所以它做什么事你知道吗 它开始疯狂的还房贷 它把所有身上的钱 有现金的话 它赶快还掉 所以他们现在不消费 然后也不愿意举债 赶快把存款 把债务还掉 对 还掉 或者是说想尽办法 把钱留下来 那光是第二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 经济发展很重要的 其实就是要建设 不管是你的地方政府 或是中央政府 带头进行的一个基础建设 或者是你的企业 民间企业必须要投资 火车头啊 对 你要火车头 你知道他们说现在中国 他们民间企业的投资 今年前四个月 前四个月 竟然只有连一趴都不到 所以就变成全面熄火 所以他们就说是不是 一趴都不到 民间投资现在一趴都不到 那没有投资 我未来怎么收获呢 对 所以他现在就讲说 为什么会进入到大还债时代 会造成未来的一个经济的问题 就变成是中国的经济 现在火车头全面熄火 那它的大还债到底有多严重呢 纽约时报还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 专题报道他居然选择了 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地方 就是河南商丘 河南商丘 原来河南商丘这几年 他建了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机场 他盖了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高铁 他甚至也做了很多漂亮的高速公路 这么大的基础建设 结果还讲什么 他现在穷到什么程度 穷到连公车司机的薪水都发不出来 你有机场 你有高铁 你有高速公路 就你最简单最基础的公车 你不能运作了 可以说是完全是贵州的载板 完全发展的情况跟贵州一模一样 这个商丘市面积大概是跟 美国的肯塔基州一样 差不多大的一个地方 他甚至规划未来的20年 他有庞大的铁路 公路和内运河 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 他预计在2020年其实就两年强 他已经完成高铁114公里 还有多条铁路在上丘这边进行交汇 他们已经预估你知道吗 2025年他要怎么样 他高速公路的一个覆盖率要高达87% 这是吓死人 然后再很荒谬的一件事情是 他就说即使是这样子 而且也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商业活动 在这边进行 又干了半天 都没人 都没人 你知道吗 他从高铁站前面几乎完全没有人进行 你现在看他的非常的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你有没有车子 没有车子 都没有车子 高铁也没人 高铁站前面跟里面都没有人 结果你的高速公路上就完全没有车子 但还有非常多的地方 包括一个就是要规划成 他那个机场的地方 现在还是一片的空地 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未来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航空城 他还有东方航空市 他还有航空城 对 所以你就觉得非常荒谬 你起到这样的问题 你就没人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这样的需求 那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他地方政府真的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状况 31个省级政府 全面都是赤字 商丘还用过超过三分之一的税收 你知道他还来干嘛吗 他来还债的利息 还不是债的本身是债的利息 所以现在情况是 他们真的举债过高 现在连百姓日常生活 要仰赖的这些公车 仰赖的这些日常生活的运动 都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可怕的是 房地产一直它的火车头 现在这个房地产跌到 他们做了一个统计 有100个城镇的房价是全面下跌 对 这100个城镇 没有看到全部只是跌幅的不同一页 全部都是一面下跌 北上广一大堆全部下跌 北上广都跌了 全部都跌 而且你知道吗 他说这是历史首次 100个城市的房价全部下跌 那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 讲过在北京 连北京这种天子脚下的卖房 都一下子一夜之间大打折 降了20万元 然后就是高达了 几十二万套的房子 全部都是要出售 就更荒便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现在杭州 我们都知道其实杭州是 相对来讲非常富裕的城市 我们以前去杭州的时候 台商带我们去的时候 那吃一档包两万块 我还以为是台币 拍谁人民币 这十八 对 所以那个老板 直接告诉我说 我现在在中国这边 请人吃饭 我都不知道 不记得我到底是 请人民币还台币 因为一顿晚餐 两万块人民币 真的也是实在是太夸张 结果没想到 现在杭州出现了什么状况 杭州房子也滞销 他为了要卖房子 还要送黄金 他说你只要来买我房子 或者是你来预约开房的话 我送你一公斤的黄金 相当于台币也是破百万 潜见现在中国房地产的火之头 也是熄火了 好 宇轩 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荒谬是 导演我们看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中越边际 这在云南跟越南边际 弄了这样的铁丝网 上面还通电 这个通电是干嘛 本来是防止越南人 越过边界 跑到中国去找工作 就是我要防止越南的黑工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反过来了 现在这个铁丝网是什么 防止云南人 跑到越南去 所以宝洁哥何其讽刺 这有一句成语形容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欠债文 叫人去楼空 楼也空了 现在人也要跑了 那看不懂 现在大陆搞了演出一处 就叫什么 全员逃跑中 我们怎么讲 全员逃跑中 对 全员逃跑中 真的是全员逃跑中 来 我们从云南这个地方来讲起 奇怪 你说云南跟越南 怎么讲越南都是第三世界国家 怎么会想也想不到说 都只有越南去偷渡别人分 怎么会是变成中国人 现在改了 反转过来是 中国人要跑到越南去 好 我们就先看第一只画面 第一只画面多好笑 它地点在中越丽江的边境 那这个边境很长 总共是500公里 你说这500公里 做什么 做什么 防止的 原本大家以为说 大家看 就是这个画面 来 你看喔 他们先是一个男的 你看奋力极变 那个铁丝网是有倒沟的 对 他整个人经过社会 整个血肉模糊 整个会这个血肉破绽开来 就没办法 他还是坚决要过去 然后另外一个女子 你看 那是女的耶 对 卡在办公中 就是急忙跑过去 来 我们大家先看这画面 我们不讲 你会觉得说 是不是越南人 要偷渡到中国去 错了 是云南边际的人 要跑到越南去 各位可以想像这个画面吗 左边是云南 右边是越南 对 好 那你说 这个只是level 1而已喔 我们待会来讲到更夸张 level 1只是这种铁丝网 大家想说 看起来像越狱风云 这个全淘宝中 没关系 随便你讲 但更离谱的来 看到就是第二画面这个 第二画面这个可不简单的 他待会还会给你看到 其实你以为这只是高强 是铁丝网吗 错了 他这个同样也是在云南 越南边境 但他还有天眼系统 什么叫天眼系统 你如果想要跑过来 我会用AI人孔辨识 知道你是谁 你说等等 如果说是越南人 AI辨识系统有用吗 对不对 这是不是逻辑上 那个盲点 你越南人你哪来 他的资料库 他没有资料 所以显然他要仿是谁 仿中国 他就仿就是中国人 他就仿中国人说 如果有人要跑到越南去 我们要赶紧把他抓起来 更可恶是什么 他上面还通高压电 他刚刚那支影片 他还有怎么样 他有一根电线杆 就这样直挺挺的 直接连接着那个铁丝网 对 所以你想要越过去 不好意思 AI人脸辨识 天眼系统 外加高压电 就是不让你 中国人跑过处 但中国人还爱面子 官方总不能承认说 我们的人不动 往外流吧 所以他怎么讲 他说这个叫做 边境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要管控 还说 哎呀我们这是要防止 这个相关越南人来 然后呢 越南人这些部长说 你这个东西不只是 会电到你自己中国人 还会发生一个状况 我们的 这些农畜牧 这些羊啊 猪啊 馬 我们就是怕被你电到 所以你想说 奇怪 越南人这么好心 还特别放中文 不不不不不 是他这个边境管制 已经影响到 越南人自己本身了嘛 欢迎观众训课 之前华为的 长公主孟晚中 在过境加大的时候 居然被逮捕 居然被拘捕 这个在国际上来讲 当然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也没想到 同样的场景 竟然在德国发生了 现在德国在进行一个 非常大的太阳能的 一个国际会议 国际会议里面 现在全世界 最大的太阳能业者 当然在中国 所以中国派出很多人 来参与这个活动 可没有想到 一个汉沙航空 在Landing到了 慕尼黑的机场的时候 德国的这些特型人员 居然就到了这个机场 马上就拘捕了一些人 而且有一个人 他居然被抓去问话 这个人当然被放出来了 可是 现在这个人 他已经被管制当中 他想说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德国跟中国之前 不是非常友好吗 德国怎么可能 对中国的商人 特别是 中国光伏集团的高管 做出这么粗暴的一个行动 而且 德国最近有一些行为耐人寻味 现在中国也要训练飞行员 中国要训练他的战斗机飞行员的时候 他有很多跟北约来借降 就没想到 德国现在特别警告 现在德国的飞行员 甚至也警告中国 不可以用北约的飞行员 来训练你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战斗机的航空飞行员 现在在进行木迪黑国际太阳能 技术博览会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的博览会 对 没错 结果中国参加 就没有想到 他们搭着旱沙航空一lending的时候 对 有人被抓起来了 而且这件事引起了 目前德国还有中国 都非常重视这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德国人士他抓了中国太阳能的高管 而且一下飞机就马上把你逮捕 把你抓去问话 那当然后来已经被释放回到饭店 但是现在有人说什么 不止一个 有人说好几个 那到底是怎么样 你看中国马上就说 你看这个环球时报独家 中国太阳能业者一个高管 被强行带走 所以中国现在炸锅了 用强行带走 对 为什么中国炸锅 因为他们想到了孟晚舟 因为孟晚舟当初到加拿大的时候 被加拿大的人把他抓走 皇家警察把他抓走之后 就一去不复 过了好几年才被放出来 环球时报讲是用武力带走的 所以现在难道又是孟晚舟事件重演吗 所以中国相当相当的重视这件事情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因为主要原因他们这些 一些中国目前为止 太阳能产业的高级人士 他们要准备到慕尼黑去参加 德国的国际太阳能的技术博览会 那因为这个商机非常大 所以他们一下飞机居然被抓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有人就说 德国好像有准备非常多的这个资料 海关资料 你坐在什么位置 我都知道非常清楚 我就把你抓起来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现在大家都物理看花 那除了这个之外 美国现在又宣布了新的600 新的一轮的这个黑名单 所以看起来好像全世界 都跟中国在为敌的一个情形 所以围堵中国 包围中国 甚至把中国当成敌人 氛围越来越强了 刚刚讲 这件事情在中国的财经界真的炸锅了 当然讲 中国光伏企业的高管在慕尼黑被带走 然后光伏协会回应 被带走的高管已经回到在深夜 比如说他们是一直每一个时刻 都在追踪这个新闻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媒体的报道 因为中国很重视这件事 孟晚舟是他们花了很多精神 才把孟晚舟引渡回到中国 你可以讲说孟晚舟身份非常特别 我就知道搞华为 如果今天我的太阳能 我到了德国我都会不会抓 那我今天去别的地方 我敢不敢 我会不会抓 就像很多人 他不敢去中国一样 所以现在为止来说 中国你看 中国上海证券报马上就说 指中国有太阳能企业人员 在参加慕尼黑国际太阳能博览会的时候 在机场被抓走 他有一名企业人士证明 证实有一个常舟未丧失的 太阳能的组装业者的高管被带走 那个人指 在飞机抵达机场的时候 那个人被庶民穿制服的人 把他带走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人数说 这是被带走的不止一个人 所以有很多人 他说其中某知名太阳能的老板 在现场被拦住 被盘问了很久才被放行 所以有些人是被抓走 有些人还在那边盘问 所以他弄得非常久 那甚至还有人说 他看到说他们有一个海关名单 海关名单 名单很长 而且非常详细 连这个人在飞机上的座的位置 然后你到德国住的地方 都掌握得非常清楚 他说好像都是掌握各种资料 就是准备要来抓你的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看在中国一直在报道这么多 另外除了上海证券报之外 这是这个第一财经 这个第一财经马上就说 你看他马上就打电话给这个中国的 这个德国的警方 德国警方马上就回复 他说德国联邦警察 他还说穿着制服 这个在来自上海的 这个H727的航班抵达时间 逮捕了一个人 所以他就说 他确实证实说 的确我有逮捕人 那他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中国的官媒 还有太阳能协会 他们都不太敢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怕这些事情 马上就有人说 已经被带走的高管 已经回到酒店了 回到饭店了 还有说 关于我们官服业者 被德国带走的消息 确实有很多不识 好像官媒还有太阳能协会 都一直在洗刷 没有这件事 好像想要掩盖这件事 好 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也很简单的一个状况 因为德国之前有对中国 因为中国用太阳能 低加请销过去 他们所谓双反政策 反请销跟反补贴 保险这个在德国 是要判刑的 你来了 我刚刚就把你抓起来 有点类似什么 我们之前不是有面板业者的 高管吗 不是被判处反请销吗 那你到美国 他们把你抓起来 那现在一模一样 你来的时候我就把你抓起来 那我觉得呢 可能是怎样 这些高管认为说 我过去也没被抓 没关系啊 现在我就来啊 来的时候 没想到就真的被抓起来了 所以这次告诉你什么 我觉得过去可能德国 对你也是睁一只眼 对一只眼 但是现在呢 可能德国不一样 可能我现在 因为德国现在跟这个 这个所谓的中国 有相当多不愉快的事情 一个一个爆发 所以他现在就趁这个时候 把你抓起来 而且这可以表达什么 我们最近不是在讲吗 乌克兰在整个俄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场 那边在反攻嘛 在反攻的时候 那当然我趁这个时候 把中国的这个 这个太阳能高管 而且你本来就是犯 我德国联邦的罪 对 把他抓起来 那也是刚好而已啦 而且刚刚讲的 德国如果只是单一行动 你还觉得 那可能是小题大做 是 因为德国最近 对中国的态度 已经不一样了 而且德国最近在俄乌战场上面 是赶快拼命的 要丢新武器进去 他的立场跟之前 有非常大的一个反战 最近刚才讲到 你现在训练歼20的飞行员 你现在训练你中国的飞行员 德国已经警告了 你在训练这些飞行员的时候 不可以用北约的 特别不能用 德国的战斗机飞行员 之前刚才保杰讲到说 德国现在在支柱 这个乌克兰的时候 非常大力 那你知道 他刚才显然跟中国 就站在一个敌对面的 这个状况嘛 好 那么讲 像这几天的时候 为什么德国会突然硬起 因为德国有一个明镜 明镜的报导 有一个明镜做一个报导 说让整个德国完全炸锅 为什么 他就说 过去十年里面 有非常多的 德国的前空军飞行员 在训练解放军 他说至少有三名 训练有数的德国飞行员 在中国 而且他们都知道 北约的机密 知道北约机密的飞行员 在中国 这是他们的相关的这个报导 那报导里面来说的话 你看有相关的这个照片 这就是习近平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疑似是解放军的这个状况 然后这就是他们报导里面 他就说什么 这些德国战斗飞行员 在中国做什么 那前飞行员显然 在中国提供军事训练 还有赚取巨额的薪水 因为他们都给他非常多的这个薪水 所以他可能给他 北约相关的这个军事知识 还有机密的这个作战 这个作战的这个战术 还训练的攻击 台湾的攻击的场景 所以这些来说 对德国来说没办法接受 我们训练的这么多 而且你刚刚讲是 德国安全官员讲的 这些飞行官员演练了 进攻台湾的攻击场景 对 而且他们就说了 这个还是有一名这个中国的间谍说了 他们有三名这个空军的这个前飞行员 在中国领这个高达年薪数十万欧元 然后他们退役之后 开了这个顾问公司 而且用这个在赛西尔群岛里面这个注册 所以躲避德国的这个相当的状况 目前至少有彼得 还有什么德克 他们至少都是 曾经飞过这个台风 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 他目前为止都在中国训练 好 那到底在哪里训练呢 宝贤 在东北的齐齐哈尔 今天这个地方 我们以前可能在历史上 在地理有念过 他很偏远 然后他每天只有一个班机 从北京降落在这个地方 然后空服员会确保说 降落的时候所有的这个窗帘都关闭 这么神秘 对 没有人看到这个在停机坪 还有在机库里面的这个宗族战斗机 那你看 他就说这个台风战机的 这个前飞行员亚利桑那 就在这边生活跟工作 他就住在这里 对 那没错 他说目前为止 在附近有出歼20的这个战斗机 还有歼11的这个战斗机 现在看到的画面 对 就是东北齐齐哈尔的 这个神秘机场 对 你看 就是这个机场 这是德国他们排出来 或者是后来有人取得相关资料 里面有很多歼20还有歼11 他们在这个地方 那很多飞过台风战机的 德国飞行员在这个地方 这个当然没办法接受 德国会说 我好不容易训练了这么多 这个飞行员 我当然怎么能为力所用 而且你知道北约机密 对 那你知道为什么 这个很重要吗 第一个 因为美国之前 就曾经有很多美国的飞行员 到这个中国大陆去 帮这个中国大陆训练解放军 那美国用什么方式吗 你这飞行员 我千里诛杀你 那怎么诛杀 有抓钱吗 对 没错 有一个飞行员到杜庚 杜庚他其实之前 在这个训练解放军 那当然他不敢回到美国 他也知道 就要去澳洲 就澳洲的时候 没想到澳洲就把他抓起来 澳洲就说你这个 澳洲把他抓起来 对 澳洲就说你这个好像 你把你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 马上就把他引渡到美国去 引渡到美国去的时候 糟糕 他一定会被判非常重的重罪 还有什么 英国国防部他也公告 他说我们有30名的前皇家空军 已经目前为止 也为他们训练了 这些人恐怕未来的 能够回到英国吗 所以我猜说 现在欧洲各国是在盘点说 我们到底有多少飞行员 到你中国去训练 这些人呢 我们可能都要把他抓起来 或是可能要把他处以国家的 一些相关的惩罚 而且 如果你还知道这个薪水 他们都是将近千万年薪 他们当然是因为年薪高 所以他们去中国 好 那这件事到底有多重 因为明星报导出来之后 大家完全不能接受 德国媒体 德国政界炸锅 说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飞行员 他知道我们很多机密 那这样不是外流给这个中国吗 就你知道在这个香格里拉会议的时候 你知道中国的 德国的国防部长 这个皮斯托瑞斯 那另外一个 他跟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 有李善福 他们有见面 就见面之后没想到 他就说 这个德国的国防部长 马上就跟他说 你立刻要停止 挖角德国的飞官 如果我也这样做的话 你大概会很不高兴吧 他就这样讲 就没想到李善福 马上停止挖角德国飞官 对 不然我如果挖你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飞官 你也会不高兴 对 没错 那另外还有什么 他说这种做法 我希望你能够另一个结束 不管我们的飞行员是谁 那李善福就说 我没有否认 李善福 后来接收媒体的访问 他说我没有否认 他就说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真的哪有那么严重 但是问题是 德国政府目前完全炸锅 你看德国 你看他们马上就讲 是时候结束 德国人这种天真的 这是一大丑闻 前空军的这个退役 在前空军的士兵退役后 在中国训练战斗飞行员 这是个非常荒谬 我们不能够接受 所以德国炸锅了 对 德国的国会 甚至连他们的情报总监都说 我们担心这些军人 最后可能会从事 泄露国家机密的这个状况 甚至连最大反对党都说 他们不能够这样接受 所以事实上现在德国是 朝野一致在共同谴责这件事 所以告诉你现在 德国整个氛围来说 是不是有一点点 你看他这几天 如果真的又扣留了 中国的太阳能的高管 那你觉得德国跟中国的关系 未来值得大家观察后续的发展 而且美国现在又增加 43个实体新单 而且这实体新单里面 以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的公司 也变成了美国制裁的目标了 对 没错 那他这个动作就有点 好像跟这个德国 一起来呼应的这个状况 因为根据美国之一 或是他们的报导 他们把43家实体清 要捏入这个出口管制 那捏入出口管制里面 比如说像南非的这个是非学院 这里面来说 其实我们刚才讲 有很多飞行人 就是透过这个学校 他就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他现在帮你 列为这个实体的这个清单 那除了还有什么 还非常有意思 叫先锋服务 先锋服务是什么 其实我们知道 他其实就是黑水 黑水就是在佣兵 海外佣兵干这件事情 那这个先锋是什么 先锋就是黑水 他们到这个香港成立的 那为什么要惩罚他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他可能就在中国一带一路 很多这个方面来说 是黑水不方便出面 就由这个先锋来服务 所以要把列入这个相关的 这个制裁行列 那还有什么呢 还要包括说支持中国的 这个现代化 比如说高速武器的 那这一次被处罚 还有一个叫做 上海超算科技的这个中心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用所谓的超级电脑 在帮中国在跑一些 像东风17系列的一些 研发的这个作用 你说超高音速的飞弹 就是由上海超算来去运行 所以他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 就把公司都把它列入这个 清算的这个行列里面 好 那为什么要这样清算 因为很简单 中国现在 俄罗斯现在没有武器 对不对 他武器从哪一来 现在越来越多证据就说 中国其实你在背后帮他 你看这是华尔街日报报导 它说他们从 伊朗不是提供大量的无人机给他吗 大家都说这里面的无人机 里面很多包括电压转换器 很多重量的零組件 就是来自中国 所以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中国是不是 在这个时候又扮演 你看你不敢提供他 给他这个组件 但是你提供给他 重要的零组件 所以伊朗提供给俄罗斯 在伊朗无人机的零件 是中国提供的 对 等于是在伊朗组装而已 那你就是这样 用这样来逃避 好 另外一个卡德罗夫来说 这个车程领袖 他说他公布了一个 这个中国制的装甲车 但是装甲车就是这个 这个装甲车 对 装甲车 中国做的 对 那是中国的虎式装甲车 但它可以在车顶上面来说话 可以抓一些 包括说像这个机枪 或者说这个 比较轻型的炮火在这个地方 他说这个东西 会不会有可能 现在呢 有可能会 因为他放在卡德罗夫的这个面前 这个车程有了 那会不会再过没多久之后 搞不好你在乌克兰战场就看到 所以这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现在其实 西方世界也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多证据证明说 其实中国你就是在暗住俄罗斯 那目前为止 德国当然也是 或是西方世界当然不能够接受 好 董事长 刚才讲 一架这个汉砂航空上面 在的一半以上 都是中国太阳能的高怪 进到目的黑 我要参加什么 太阳能技术博览会 就没有想到 德国的情事人员 穿着制服的公安人员 拿着一个海关的清单 每个人坐在哪个位置 你今天要坐在德国哪个饭店 你今天到底什么时候 Landing 他们全部一清而楚 那我刚刚讲的 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还是几个人 现在还莫衷一次 你说德国人如果做这件事 你是天大地大 居然我来参加你的博览会 我居然被抓起来 那这样子以后 中国人到各个地方 不都有被抓起来的风险吗 我在二三十年前 听到一个德国人 跟美国人在讲话 那个德国人告诉美国人说 说我们德国有法律 We have a law 那美国人 你们美国呢 You have a law用 你们有律师 你知道吧 你们搞多搞西 美国律师最厉害 那德国的法律非常严谨 我现在讲这个 这个保证就出大事 出大事 一定出大事 德国人超严谨的 德国每一件事情 他的司法系统 警察系统 他的调查系统 然后他到这个法院 包括要搜索要约谈 这都是非常严谨的程序 他不会让你随随便便 他妈妈狗让你放飞机抓人 哪有这回事 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他一定是所有相关的 市政都做好了 对 然后甚至于有些 逮捕的动作已经完成了 他才可能会动到外国人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已经在这边 钓鱼钓一段时间了 他知道你会来 你在这边 就是他们中间 有很多的工作做完了 所以这个 这个一定是很简单 这就是标准的叫做 科技情报 一定是中国人偷了德国人的 当然偷中国人的专利技术 你偷了他东西 他知道你要来 你知道你一次一网 一网给你捕获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这个也表示 他会把这个新闻卖出来 对 这过去一定都有 他很多的私下处理 他现在给你勾 大张奇物 搞大 搞大就是造成一个宣传的效果 甚至一个态度告诉你说 我现在开始要严谨面对 所以里面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照样讲 我如果要偷信书 也不是一天两天 也不是今年去年的事情 早就这样干 那以前为什么不管 这一次突然大张旗鼓的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政治上的 宣誓的效应 因为第二点来讲的话 目前我们必须要承认 在欧洲国家里面 德国跟中国的贸易的量 还是最大 第一名最大 就互相的依存度都很高 包括现在的半导体的产业 在这个中国大陆被美国封锁的情况之下 他们要寻求突破的可能性的对象跟来源 也是从德国 还有汽车产业的合作 更别提了 就好几个德国公司 他的这个在全球的生产量里面 可能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量 占到一半以上的业绩 这非常大 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容易能够停下来 但是 但是因为俄乌战场之后 把整个世界改变了 他们知道说 我以前这样子跟你混了 因为以前在这个Andrea 在梅克尔的时候 在梅克尔的政府任内 他们相信这个世界 从此不会有战争 大家一起悶声不想发大财 而且一搞不知道会打仗 你知道吧 打仗之后然后德国整个觉醒了 德国觉醒之后急起直追 对 你看他的这个先编了 就是一千亿的这个 德国欧元的这个 这个国防预算的基金 循环使用 然后他的德国的 今年的预算就2% 然后全欧洲都跟进 大家一起开始投入 大量的国防军费 就是整个欧洲开始震惊了 全部害怕了 那对象是谁 德国一直在想 我要在欧洲当老大 如果俄乌战争之后 我如果不够强硬 我就没有资格当老大 我没有资格当老大的时候 德国就没有话语权了 所以这个就是 另外一种德国人 全世界有两个民族 他的民族性相当的服从 然后他的德国 国家非常有纪律 然后效率非常高的国家 两个国家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日本 他们的领导人物非常厉害 非常有头脑 能够有前瞻性 日本也是一样 都看很远 你看这个安倍 这是珍珠岛链 一搞就搞的大战略 然后他们这个 民族性超服从 做事情兢兢业业 德国也是一样 德国说我们的 这个在道路上的公差 什么叫公差 他们零公差 他没有公差 德国的技术 就全世界一流的 所以它是 这个两个国家 德国知道 他们的德国复兴的时间来了 但是少 可是德国大部分厌战 讨厌作战 可是这几个领导人物 都不是简单的人 开始积极在开始 搞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准备把这个国家 整个兴旺 他也要跟日本一样 他要德国重新崛起 德国重新崛起 所以你看他德国 跟法国之间的那个步调 完全不一致 在搞这个事情 而且他找了一个 他们最小党的 绿党的 代表联合政府的 外交部长 是最彪悍的一个家伙 这不是这种人出来 然后你看到欧盟 现在的欧盟的国家主席 那冯德莱恩 冯德莱恩的前身是什么 是德国国防部长 是 你知道吗 超厉害的 这些人都超厉害 都很有头脑 在干欧洲老大 因为他们以前 就当欧洲老大 想当世界老大 他们长期就要跟俄国人搞的 所以他们已经憋了很多年 这个让这个 我们都注意到 把日本的捆龍锁解开了 都忘记了 德国 德国的捆龍锁更可怕 因为德国有好几个工业 是全世界第一的 德国的机械工业是第一的 德国的太空工业也是世界第一 你知道吗 我们这时候 哈勃望眼镜上面 那个镜片是哪一国的 是德国的吗 当然菜式眼镜嘛 这个菜式眼镜做得出来 日本的尼康可不可以做的镜片 对不对 做不到 太空的引擎 只有菜式 只有菜式做得到 这差一点点 德国全世界第一 所以你知道德国是一个 很可怕的民族 一旦他们觉醒起来的话 整个国家会动员 就像现在开始国家动员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他现在飞行员 警告中国 不准到中国去 叫中国人开飞机 才战斗机 对 整个系统开始运作 所以未来的十年内 德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 一个民族 他的军力 他的军事科技 他整个全面性的发展 一定是在世界上扮演一流的地位 好 会者 最近习近平也讲了一些奇怪的话 你现在不是丑主满志吗 不是整个中国都在你手上吗 他人家 现在整个中国要做一个准备 什么准备 要为极端状况做准备 中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中国面临了极端时刻了 是 惊涛骇浪 为什么 因为内外交迫 什么叫内外交迫呢 在外交上有外交上的一个 跟全世界民主国家对的一个严峻 在内政的部分 现在竟然 我们都知道房地产是一个 一个国家经济 尤其是 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火车头 结果现在这个火车头感觉上好像要撞车了 你知道 为什么这样讲呢 现在目前为止 已经有大概11家的房地产业者 他们将要面对 这11家都是在A股上市的 他们即将要面对 如果你连续20天的交易日 你的最后的一个成交额都只有低于1块人民币以下的话 那连续20天你就要被迫下市 所以呢 等于是你的所有股票就会变成是被抓 没有用了 我跟你讲 中国的房地产是中国所有产业的火车头 它的薪衰跟它的房地产又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如果中国房地产是下市 就代表这个产业完蛋了 完全完蛋 而且它会产生一个结构性的风险 因为如果你房地产开始进行一个倒债的话 那你会牵累到谁 就是金融体系 那你金融体系再弄下去的话 你就会影响到你金融体系的一个信用平等 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2008年的金融海啸 中国版可能在2023年的今天可能要发生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他们说中国今年光是房地产 所有的房地产内在跟外在 加起来的一个债务 要到齐的这个债的总额 来到了2.54兆人民币 今年的6到8月会是一个密集期 就它以前发很多债 你发很多债你就要陆续还债 就你现在变年到有2.54兆 要在今年要必须被迫 还在情况之下 它还不出来 当然就会影响到营运发展 而第一个在A股被迫 因为触及到它的面额低于一块钱 被迫下市的蓝光 现在出炉了 蓝光你知道 它们本来是四川一哥 它们曾经有一个口号 它什么口号呢 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史 光从蓝光这家公司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本来只是一个区域型公司 这是他们的宣传片 他们的宣传片 而且你知道吗 它在2020年的时候 又入围中国百大的一个房地产业者 而正是蓝光第14度的入围 14度入围还不夸张 夸张什么 它连续13年都入围 所以它可以说是 中国的一个四川这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个房地产业者 可以说是No.1 你知道吗 它的营收 2015年是183亿 2016年是301亿 几乎是double 到2017年又成长得快一倍 到了580而已 2019年突破1000亿 然后你知道它负债多少 1600多亿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公司 不对的盖 不对的盖 但是都其实感觉是举债 然后后来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当你的中国的 过去两三年 因为封控的关心 因为疫情的关心 全面激动的情况之下 它就当时不过来 所以这些房地产业者 全部都面临到现金短缺 现金短缺 房子卖不出去 照你这样讲 它是中国房地产的模范生 模范生都垮了 模范生都垮了 然后现在大家都在担心 它是第一个股牌 它已经开始下市 那刚提到的 11家都面临到这个情况 第一个已经出现了 那未来的另外10家 是不是也会像股牌一样 一个一个倒下去 现在连北上广 你的房地产都崩跌 北上广房地产崩跌 算什么 我就说你不可以降价 你降价我就要法拜你 结果你不让我降价 对不对 我就送黄金 我就送等值的东西 我就相对的状况 代表这个房价的下跌 你根本就止不住了 完全止不住 但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强力要求之下 你绝对不可以带头下杀 你如果带头下杀 而这个幅度 比如说是三成五成 这样开跌的话 可能会导致全中国房地产的 价格的一个泡沫跟崩盘 所以他们这个厂商为了 房地产业者为了要卖房子 做出什么事 送黄金 他们杭州 杭州就是送黄金 其实一送就是送一公斤 一公斤 一公斤的黄金 可能青台币也要个一两百万 这是为什么要送黄金 如果你不送黄金 根本是没有人要来看房子 而且如果是连杭州 都发生这样的状况 那更何况其他的二线三线城市 所以今年 大家其实在关注的一个重点 就是房地产的问题 到底什么时候 会正式开始引爆 现在中国有很多东西 我看不见 你照着讲 你这种专制的国家 你一看什么 整个国家 号令一致 如被食指 号令往东 就往东 号令往西 就是往西 要举国一致 可是现在刚刚讲的 梅西 我们讲嘛 卢沙也 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叫他去搞战狼 战狼讲完了以后 你回来把他冷冻 然后更怪的是梅西 梅西是全世界 身价最高的运动员 他在足球世界里面 是泰山北斗的地位 是皇帝 结果 中国把你邀请来了 邀请来了以后 只是因为他有两本护照 他有西班牙护照 他有阿根廷护照 结果他带了阿根廷 西班牙护照的时候 泰友们也说 你不是阿根廷人吗 你怎么拿着西班牙 我今天拿的是西班牙 没有拿阿根廷 不对 西班牙 西班牙没有免签 在台湾不是免签吗 你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结果 因为签证的问题 他居然把他扣留 扣留在机场两个多小时 还有 你进到中国去之后 你竟然 把他控在了一个饭店 你不可以参加一个公开活动 你不是把他找来 中国怎么可能出这种事情呢 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因为你照道理讲 只要是中国所邀请的贵宾 或是来宾 你到了中国境内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 他的官员 基本上他的承办单位 都会把你办得好好的 你不管是要拿西班牙护照也好 或是你拿阿根廷护照也好 不用自己办 这都不是问题 这都不是问题 那为什么会到了海关之后 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 这代表说什么 是不是协调沟通的问题呢 那又有一件事情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代表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机构 是不是失灵了 如果是 如果好 那假设如果中国机构 没有失灵的话 那是不是会有所谓的 这个上面有政策 下面有对策 故意要黑上面的官员的一个问题呢 这又出来了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我们一起讲 低级红 高级黑 对 这可能是高级黑的概念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你知道 习近平最在意的是什么东西 足球嘛 对 他就是希望能够把中国的足球 最爱足球 对 把它变成 翻几番之后 能够参与世界杯的 或者是参与国际社会的盛事 那你邀请他们一个重要的 梅西 到中国去 一定是想要学习他 到底怎么打球的 到底怎么踢球的 到底怎么去练球的 他的技能 他的整个训练团队是什么 但是你知道吗 中国应该有很多人 不想要看到梅西进去吧 他跟习近平的政策是洋奉英伟的 表面上是 跟习近平是一样的 但是私底下来讲的话 你最好人物最好是不要来 你最好人物来的话 可能把我们所有的 中国足球界的 被提前讲 低级红高级黑我还听不懂 如果今天连梅西 我都可以搞低级红高级黑 我都可以在国家政策上面 来搞你 我有什么不能搞的 就代表 现在中国的头 手 脚都乱了 没错啊 从梅西的世界 然后你再看卢沙眼的世界 照道理讲卢沙眼对外讲话 应该是中国全力支持他的论权吧 对啊 结果没想到中国自己跟他签八段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东西呢 就有可能就一种现象 就是说上面的政策 跟下面的这样的一个执行者来讲的话 已经失灵了 那如果没有失灵的情况之下 那就代表说就是高级黑了 所以这整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梅西的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非常不寻常 那这个邀请的贵宾 怎么会有让他出现这种问题出现 还让他什么 那他以后来不来 以后不会再来 但是问题是谁希望他来 谁不希望他来 这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知道吗 中国他的足球界足协来讲 这是一直扶不起的阿董 不是吗 我现在就不懂是 中国现在在搞什么 你现在在这个所谓的防恐 这个防疫上面 你现在在整个拼经济上面 你现在在整个国家政策上面 你对欧洲 对俄罗斯 你对乌克兰 你所有东西都是今天左手打右手 左脑打右倒 这跟过去的中国完全不一样 对 因为我们常常在想说 到底是不是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的决策出现问题 今天可能这样的决策 明天可能明天 一种另外一种决策 但是后来想一想也不对 整个中国的官僚体系 是非常严谨的 非常绵密的 他不可能出现 这么极大的这种错误 唯一的什么情况出现 就可能刻意的有人要搞他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出来 习近平他现在到底 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 因为你就算是集于 集于这个所谓的政权 集于一生 但是底下都偷偷来搞你 所以这些事情来讲 谁最在意 当然这个习近平最在意 因为他想要拯救中国的足球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底下的官员把他搞烂了 好 董事长 解读中国 我一定要听听你的看法 之前你就解释过 什么的低级红高级黑 美金这个事情太怪了吧 国家邀请你来 就是请你到中国 要参加很多活动 我要提振整个中国的足球 在这个风际 结果没有想到 你进了海关 搞不好我们看这张照片 梅西 他的表情多么错愕 我走遍大江南北 走过全世界各个地 大家都知道我有200护照 我有一个西班牙护照 我有一个阿根廷护照 我怎么可能说 我今天到了中国以后 我拿出我的西班牙护照 他说不对 你是阿根廷人 那你不能拿西班牙护照 就是要把他给挡住 挡住以后就在机场 搞了两个多钟头 搞了两个钟头之后 进到了饭店 你不可以采用国痛 你的签证不合 就等于说 我在底下 用坚守岗位的这个 跟你中央的政策做对吗 不是中央政策 你不了解中国大陆的制度 我真的不了解 中国大陆的海关 是独立属于海关系统 它有边防属于边防系统 它是在机场里面有两种 一个是武警的边防 边防部队 但是管理是海关在管理的 这个immigration在管理 但你要进去的时候 你的护照这些政策管理 当然海关在管 海关在管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理你 他当然不理你 为什么你知道吧 因为中国是官本位 你要知道 官本位 你是官 我就有官员来接待你 我会帮你打通关 我会跟你从机边接放 有跟你很高 高档车子来接你 你看马英九下车 开始一大堆 有一大堆保安等等 整套的规格 它有一个整个官方的 所以叫官本位 可是梅西 梅西 梅西 老百姓你在做生意的 真的 你来在探紧 我都没得跟你想 我是海关 你跑来这边赚钱 你跟些什么 什么体育公司 阿猫阿狗 你在那边赚钱 刚我鸟事 我为什么给你方便 我当然不给你方便 你先也没给我打招呼 真的吗 当然没给我 拜庙也没有拜好 我当然给你卡你 所以中国讲 不怕管 只怕管 妙小妖风大 他不是妖风大 他是官大 他总共共产党 有九千万党员 其中有三千万是公务员 这三千万公务员 就管你这14亿人口 开玩笑 这个多大 对 共产党管一切 就怕管 对 所以他这个 克他 吃他吃死了嘛 找麻烦找不到 你自己送上门 让我走 当然刁你啊 搞两个小时正常 后来进去了没有 进去了 还算不错了 我们台湾有人去了 弄两个小时回 原机返回了还一大堆 可是你看 眉心那个表情多么错愕 这怎么好错愕 这个全世界都一样 你只要是 你只要是 活老百姓到中国大陆 都被他窝囊的 没这回事 他官来接你 你就OK 你就开 你就有面子 对 要说我讲 官本位 共产党那边 你生意做再大没有用 因为很简单 他这个 你这个生意很简单 阿里巴巴 马鱼 这些人 共产党说 明天不给你啦 你就变成穷荒蛋 梅西就是这种货色 他来大陆赚钱 他在这边疯狂 是球迷跟他疯狂 是从最喜欢的梅西 我海关一个月零 五千块人民币 你梅西来了找我麻烦 你不 response 你見你上词 你不 Airline Pista 是不是 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